我們看立體 他說 質量M物體以周起為T做半徑R的等數圓周運動 則旋轉三分之一圈 三分之一圈就是120度 因為一圈是360度 120度 那他問呢 動量變化大小 我們曉得一個物體的質量M 速度如果是V的話 當然他沒有給V 他有給T 還有給R 他們知道速度V 是等於2排R 出T 這MV變成這裡的MV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他的動量變化為何 就這裡 這是MV 大小是MV 他這大小也是MV 他從這個動量變成這個動量 他動量變化就是這一段 這是ΔP ΔP的大小多少 因為這120 為什麼 因為這個跟這個是甲90度 這跟這個甲90度 你可以把它看成這個鋤頭 這個鋤頭的話 鋤頭刃 鑽120度的話 鋤頭柄也跟著鑽120度 因為這個跟這個相關位置固定 這整個圖形鑽了120度 每個部分都會鑽120度 我現在把它切成一半 這是指甲 這也是60度 所以 這台幣的大小是多少呢 這兩倍的 這兩倍的 MV 320度 這兩倍的 MV 320度 MV 這個就是它的動量變化大小 然後這2M 乘以多少呢 V是2πR 除以T 再乘以2分之更號3 這2可以消掉一個 所以是吧 所以T分之2更號3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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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T 因為它轉雙分之一圈 所以ΔT 是雙分之一個週期 所以這個要把它處理雙分之一 也就是說 T2-3 乘以多少 T3 所以就等於多少 等於T2-3 πmR T2-3 πmR